拿著接種卡 一一排隊 校園打BNT第二季 等了三個月 總算開跑 學生既興奮 卻又有點害怕 擔心可能有點發燒吧 或是不舒服 因為書包有帶普拿鐵 他們都覺得說 如果有疫苗打 其實就去打比較好 而且我們家平常 以前是比較喜歡出國 就是出去玩這樣子 都覺得打疫苗 會有一個保障 和爸媽討論後 還是決定打了增加保護力 但網路社團 也有不少家長在討論 拿到BNT第二季同意書 有點猶豫 第一季打完沒多久 又打流感 現在又在打第二季 到底要不要簽名 但校方也早做好 健康檢測準備 打完以後的 大概三天之內 是不會上比較激烈的 體能的課程 華岡義校是全台北市 第一間施打BNT第二季的 學校擔心第二季 副作用反應比較強烈 也因此學校隔天改線上課程 第二季651位 由醫院施打 接種率算高92% 其中又有29位是家長 自行帶到醫院接種 認為有嘉義科評估較安心 尤其北市教育局 並沒有強烈規定 每間學校都要做新電圖 才可以施打 但基本都會有醫師 先了解身體狀況 後再接種 青少年打第二季 一延再延 如今正式開打 勢必再衝高疫苗的涵蓋率 第二季新聞連至周圈特別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